好,来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男性配方 这个男性配方呢,当然是给男性喝的 是的 所以呢,所有的男性只要想要提升男人的 这个,这个,那一方面的特长 听到没有 所以呢,东哥阿里,听到没有 所以呢,这个我们有 参印度人,马来人跟华人的一起 明白没有 所以呢,如果那些 已经六点半的,或者还没有六点半的 即将六点半的,我们都可以介绍他吃 好 这个呢,他能够注尽高丸素的伸展 提升精力,耐力跟 毅力,所以有人问我,如果没有 想要提升那个,可以吃吗 为什么不可以,提升耐力 精力跟毅力,听到没有 他也能够补圣经 明白吗,OK,所以你看我这么有气 就是一天吃三颗 听到没有,OK,好 你不要以为吃了就会发痒,不会的 不是的,OK 所以呢,里面有寄血草 它是被中国誉为青春的前沿 他有抚慰身心疲劳 炒药 所以尤其是那些已经很stress的朋友,对不对 他们会造成性能感还是什么 介绍他吃,你有没有 有抚慰他身心 OK,好 然后呢,接下来 他还有寄血梨 听到没有 寄血梨 puncher ravin 提高生意和精业产量 我跟你说,现在很多 很年轻的夫妇不孕 并不是女人的问题 而是男人的精子的产量 越来越少了 听到没有 所以你看以前那些uncle 瘦瘦啊,踏脚车啊 可以生15个 现在那些大大肢啊 哇,吃到好好的 OK 一个做到流血都生不出来 听到没有 精子的品质不够了 所以呢 这个呢,还能够增加活力 精力 毅力 还有滋补的草药 明白没有 所以呢,里面还有酸浆跟 asvah garden 它是印度人生 所以你吃印度人生 好过 茶印度神油 听到没有 我的朋友也讲给我听 有的人在巴生 他茶那个印度神油 茶到太给 24小时 不会下来 有没有 其他给你打针 不用茶啦 吃就可以了 听到没有 所以呢 还有黑胡椒 里面广受马来人喜爱 听到没有 除了可以拿来吃 还可以拿 当然不可以拿来茶 听到没有 就拿来吃 所以接下来 所以呢 这个很好的 所以男人一定要吃 你知道我们曾经在过马来西亚间 去卖一个马来叔叔 那个马来叔叔 70岁了 他走出来是这样的 听到吗 哦 我的马来西亚间就看了 他讲 一定要找出人家的需要 哦 这个巴基 说的吗 什么呀 Mesti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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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一整天 然后那个巴基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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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没有 然后 那个夏天 出节招 他讲 巴基 你你打猫啊 猫 你你不要 我现在就拿出来 蹬蹬蹬 然后 你还帮你 所以有的时候 你看到那些人就来死 他都想要那个 听到没有 没有 所以要卖他 所以我跟你说 你们大大胆 你们如果 你们男孩子 你们男孩子 也不要排谁 其实 男孩子 你们要切入 那些uncle 那些男人 我跟你讲 你先卖这个 他就不会问你 吃过都会中毒吗 他一定问你要吃几粒 平常有没有大树头海豹 以前有 现在没有 被贴到完了 吉隆坡 那里头很多的 黏在大树头 红青灯 肥楼的下面 男人呼隆 保单 持久不伤胜 听懂没有 一律见笑 OK 然后呢 沿赢凤凤凰 请联络 金大鸡 明白吗 有没有市场 有 听懂没有 所以这些人 就是有市场 他才黏在那边 听懂没有 所以 那种都有人敢去买 你敢不敢卖 又不贵 明白没有 所以住进 刚才我讲安家 治国平田下 安家除了女人要听课 还是两个人要有 这个幸福 听懂没有 他们的家才会安 听懂没有 这个幸福 你看幸是怎么写 心理跟生理的结合 听懂没有 两个人才会 怎么样呢 才会 一直有火花 听懂没有 所以我们是 卖这个东西 是不是住进家庭和谐 你多伟大 听懂没有 当然那些 如果还没有家庭的 不要吃太多 等一下乱开枪 走火就是 听懂没有 我跟你说 那些男人如果被诊断 是精子产量不足 我都会叫他吃这个 那个精子 如果你吃完这个 每一只都像 狗猛肉 听懂没有 不然有的 那个精子如果是健康 一喷出来是怎样 它会很精神的 哪里 上游戏 如果没有吃这个 这个 他会怎样 晕车 嗯嗯嗯嗯嗯 还游错边啦 人家是游进去 他游出去呀 这个卵子 等很久还没有来啊 这样久还没有来啊 到他的那个门口那边了 那个门子 Yes,来了,来了 哪里知道你还在他面前挣扎一下才是 Tafuro Aziz 所以要吃了,知道没有 OK,大胆的去推荐 OK,好